你谈最新焦点,好,带你来关注的就是我国的玉球好手戴茨印 在这个礼拜准备要去参加超级1000系列印尼玉球公开赛 不过他不忘兼顾课业 早在6月9号出发到印尼之前 他已经完成了博士论文口试 顺利取得台北市立大学竞技运动训练研究所的博士学位 提前穿上了毕业的博士服,完成剥碎仪式 而且还货班特别贡献奖 小泰说,不管这个运动以及训练有多么的辛苦 课业也绝对不能放弃 校长,各位老师,各位同学,各位学弟妹们大家好,我是戴茨印 首先我要谢谢在学术这一条路帮助我的人 谢谢体育署,谢谢北市大,从大学硕士班到博士班 谢谢现在的校长,还有代校长,还有谢谢竞技运动训练研究所的所长,也就是我的指导教授 谢谢陈老师总是配合我的时间,让我可以在国外比赛或是国内训练的时候都可以一起学习 也想要对学弟妹们说,运动固然很辛苦 课业也绝对不可以放弃 在增长知识的同时,对你的运动生涯也会有相对的帮助 可以用更科学的角度去解决遇到的难题 当你遇到困难时,可以哭,可以难过,但绝对不可以放弃 相信自己,坚持下去,才能在回头看时不感到后悔 人生只有一次,我们一起加油 谢谢观看